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5月9日 周四凌晨 欧冠联准决赛次回合 皇家马德里主场对阵败人慕尼黑 双方首回合 战成2比2 上半场 两队都未有取得入球 阿方苏戴维斯下半场内窃 竞射破江 祖司陆马图短时间连入两球逆转战局 最终黄马2比1逆转 总比分4比3败人进决赛 比赛开始 7分钟 沙智格纳比插入禁区4传4摄 皮球偏出力柱 13分钟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攻门中柱 洛迪高高斯补射被纽亚挡出 28分钟 哈利卡尼高难度凌空射门 A路因现神扑 40分钟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左路船中造险 纽亚将球扑出 半场战霸 两队互交白卷进入更衣室 一边再战 51分钟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左路一队二强突横船 皮球再度被挡出 55分钟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突破横船 洛迪高高斯抢射稍稍偏出 59分钟 洛迪高高斯罚球攻门 纽亚在线精彩扑救 68分钟 败人反击机会 哈利卡尼大范围转移 阿方苏戴维斯带球突破后都射破门 败人1比0领先 73分钟 拿祖费南迪斯破门 但犯规再先进球被取消 88分钟 纽亚脱手 祖斯路马图门前抢射破门 1比1黄马扳平 90分钟 安东尼奥鲁迪加船中 祖斯路马图门前 包抄没开二度 黄马2比1领先 最终 黄马在主场2比1取胜 总比分4比3晋级决赛 韩伯华语 感谢您的收听 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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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